各位同學大家好 為了幫助大家準備你們的其中 我想利用這個P4R3的資料集 錄一個短的影片 跟大家demo一些 我們在DeepPrior跟GGPLOT裡面 比較有用的一些技巧 我們知道說這個P4R3的資料集 它總共是有8個欄位 這是通路 這是地區 然後後面有6個品項 6個零售商店品項的銷售額 如果我們想要畫一個圖 來比較一下每個通路、每個地區 他們在這6個品項的銷售量 我再講一遍 假設我們想要畫一個圖 來比較一下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通路裡面 那這個6個品項他們的銷售量我們要做一個比較 那基本上畫一個像這樣的圖就很清楚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稍微教大家如果你要畫這樣的圖的話 那在GGPLOT在這個DeepPrior裡面怎麼樣做呢 會是比較方便 那如果我們很快對region跟channel做一個table 那我們看到說每個region、channel裡面都有一個數量的商店 那現在我們是要統計這些商店 這每一格裡面這些商店 那他們從fresh到delegation 這6個品類的 他們銷售量的平均值對不對 那這樣的做法呢 我們用group by 然後會用summarize add 這個指令會比較好用 因為你現在其實 一次是想要 對6個欄位做me 基本上就是要對這6個欄位 然後把這樣的group 去做平均值這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用summarize add 然後配合VARS的這個寫法會比較容易 那值得注意的是說 在這個summarize add的後面我做了一個ungroup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在這個教 教這個DeepPrior的時候跟大家講過對不對 你一旦group by是用了這種 多重的這個分群變數的話 那麼每一次的summary 它只會去除掉最後面這個group 意思是說 你假設沒有這個ungroup 那它做到這邊為止的時候呢 這個資料 它還是group by channel的這樣 那你group by channel的話 後面的計算可能就會有問題 所以大家在使用這種多重的 這種分群變數的時候呢 那通常我們做完了summarize 那你想要把兩個分群變數都去掉的話 那你就要在後面填一個ungroup 這樣子才能夠讓這個資料回到沒有group的狀況 好 那各位如果在這個 R Studio的這個notebook裡面 那你想要看執行到這邊的結果呢 那你可以把 這個部分先選擇起來 然後你按ctrl enter 那你就看到說執行到這邊的這個結果對不對 所以執行到了這邊呢 原則上它只剩下六筆資料了對不對 因為只有兩個channel然後三個地區嘛 然後分別後面就是這六個品類的 銷售量的平均值這樣子 那麼上課的時候我們講過 一個重要的觀念是說 如果我們要對很多不同單位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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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位呢 然後要把它畫在同一張圖上 那通常我們會需要先做一個標準化的動作 那在這邊看起來是不需要 因為它看起來 每個 每個藍位的scale都差不多這樣 不過我還是demo一下說 我們怎麼樣利用mutate act 這個 deployer的功能呢 那一次來 對很多個藍位 一個範圍的藍位呢 來做這個 標準化的動作 那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 如果做到這邊 一樣把它選起來按ctrl ctrl enter 那你就看到它已經標準化了對不對 那意思就是它這個每個藍位它都做了標準化 那標準化如果做對的話 那這每一個藍的這個平均值就會 等於0 然後它的標準差都等於1對不對 這看起來就有正有負的樣子 好 那麼我們光是做到這個地步呢 其實還沒有辦法 那個直接去畫ggplot 那 因為這種格式我們一般叫做寬的格式 寬的格式 那 在ggplot裡面呢 我們通常會需要一個 直的格式 那我們把 我們選到這個gather的後面這一邊 然後按一下 那 這種格式我們叫做 這種格式我們叫做長的格式 對不對 因為ggplot的原理 它基本上就是把每一個藍位 對應到一個繪圖元件的 一個屬性上面去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by region by channel 然後我們其實是 可能每一個不同的這個 品類我們要給它一個不一樣的顏色 所以你會需要一個category 你會需要一個category這樣的藍位 來代表不同的 不同的品類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把剛剛這種 所以我們需要把剛剛這種 寬的格式 把它變成這種長的格式 那 各位可以注意到說這個寬格式呢 它現在其實只有六個 六筆資料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品 每一個品項呢 它都是一個 每個品類 對不起 都是一個藍位這樣 那我們一旦把它變成長的 格式的話 你會看到說 你看它現在變成有36筆資料了 對不對 因為那 剛剛那六個藍位 分別就都被gather到 都被弄到category這個 category這個 這個藍位來了 對不對 剛剛那些藍位名稱現在變成是 category這個藍位的內容了 對不對 那用這個方式呢 它把剛剛那六筆資料把它變成36筆 那在這種資料格式之下 我們就比較方便拿category來做顏色 對不對 那這樣子 才能配合ggplot這種 把這種 藍位然後對應到繪圖屬性上面去的這種繪圖原則 好 那麼一旦我們有這個長格式之後呢 那原則上我們就很方便的可以 把這個資料塞到ggplot裡面 對不對 那我們x呢 我們現在是要用這個category 對吧 然後y是用average 就是average這個藍位 然後 我們另外呢 我們要用category來做顏色 對吧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畫 直條圖嘛 那直條圖的標準寫法就是像這樣子 你要把那個 每一個直條的這個這個變數呢 放在x上面 然後這邊要寫state and identity 這樣子 然後這個fill呢 就是那個每個直條的顏色 對吧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會需要 因為我們想要畫成一格一格對不對 我們需要每一個channel每個region呢 那畫一個直條圖這樣 那要這樣做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face and wrap 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放到這邊 大家看一下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執行到這邊的結果呢 你會看到每個region 然後每個channel 那它就有一格對不對 那這裡面是標準化過之後的 每一個品類呢 那它們的這個銷售額 你很清楚可以看到說 你看啊這個 這兩個不一樣的channel 就有兩種不一樣的pattern對不對 在channel1上面它都是中間這兩個品類比較賣得比較好 然後旁邊這四個品類它們還比較差 那channel2就是相反的情形對不對 所以有這樣的比較你就很容易會看出來 尤其是因為你加了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在這邊加了這個 標準化動作嘛 如果你不做標準化動作呢 那事實上它會變這樣 我看到 看一下 那你不做標準化動作 那畫起來結果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對嗎 那這跟剛剛我們有做標準化的時候的樣子 我再做一遍給各位看 你明顯就會看到說 即使是這個 每個這個 每個欄位的值其實都沒有 沒有非常大的差異 那你做標準化之後還是會讓你在做比較的時候 變得比較方便這樣子 那麼最後我想再講一下的是說 這個圖還有一個缺點 然後就是因為 因為底下它這個 因為現在每個category其實是一個品類嘛 那品類的名字寫這樣的話 就都會擠在一起 所以我們一般如果我們畫這種 分格的這個 直條圖 一般我們都會把底下這一行 我們就跟它講說 我不要在這個 X軸下面再寫這些label了對不對 那我如果要把X軸的label 取消掉的話 就是加這一行指令就可以了 所以你 整個執行下來 我們加上這個說整個執行這一段 好那 這樣你就會看到剛剛的那些 看起來不好看的東西就不見了對不對 好那麼藉由這段影片呢 一方面我們跟大家介紹 Summarize as Nutate at 那這兩種就是 一次可以對一個範圍的 這個藍位來做動作的這樣的 Deployer的功能對不對 除了除了這兩個這個 一次可以做一個範圍的 藍位的功能之外 那我們也介紹這個 怎麼樣Gather這個 這個功能 把一個寬的 寬的這個資料框 把它變成一個直的資料框 來適合來配合這個GT Pro的畫圖原則 我們示範過說怎麼樣 把直條圖呢 這個 分類來做直條圖 分類做直條圖 那你只要 運用得當的話 那事實上你可以 一次畫了幾十格 那在現在的這個 脾氣下面 它都還是可以表現得非常好的 那最後我要再強調一下 這個 Scale 就是這個標準化的這個功能 對不對我們剛看到 你有沒有做標準化 實際上是 差很多 對吧 雖然它是一樣的資料 可是 做標準化之後 它會讓你在做比較的時候 變得非常方便 因為 中間這條線其實就是平均值 那這個bar就要往上漲 就是高於平均值 往下掉就是 低於平均值 在這種格式之下呢 那你做比較呢 會方便得非常多 那麼希望 這段影片對大家在做其中的時候 會有一些幫助 謝謝